首先來關心 高雄市男子科技產業園區 一間專門生產 壓克力產品的日商公司 今天上午發生大火 疑似先在儲油槽附近 發生了爆裂聲響 而火勢也開始延燒 由於公司內使用的化學原料 是易燃物 火勢猛烈 也不斷地傳出爆裂聲 消防局觸動了大批的人車 以及消防機器人投入搶救 直到下午才撲滅了火勢 縮性大火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是濃煙也造成了空氣污染 檢測以稀值為九十ppm 師傅表示對人體無害 自比農煙伴隨火焰持續燃燒 現場還不時傳來爆裂聲 員工趕緊疏散 位在高雄男子科技產業園區的 日商素美貝公司 專門製造壓克力相關產品 十四號一早七點三十八分 疑似原料槽附近起火 因為槽內囤放物品屬易燃物 透過空拍畫面 可以發現火勢燃燒迅速 將近七百坪大小的廠房 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樣貌 火勢燃燒八小時到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左右撲滅 消防局出動一百九十五人搭配消防機器人前進火廠控制火勢 避免延燃燃燃燃燃燃燃燒 但濃煙也讓下風處像是左營 鼓山等區域聞到刺鼻異味 環保局人員也在啟火點五十公尺範圍內水溝 測得燃燒後產生液氧化碳 乙溪其中乙溪測值為九十ppm 新專家研判濃度酵小 無力氣危險 市府強調活警產生氣體對人體無害 但會有刺鼻位 至於廠房損失以及是否認為疏失 會由主管機關男子科技產業園區調查 釐清市府則會針對所屬工業區 尤其是有儲存槽或石化設備的廠房 來全面體檢 記者王康婷 許正俊高雄報導